秦贵因为主张向金人割地,称臣,纳贡,和赤竹一己,与兴大玉,残害忠良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。 但实事求是的说,秦贵能由一个私塾先生,一步步爬到载向高位,并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。 确实也有其过人之处。下面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积责关于秦贵的机制和应变能力的故事。 一、南宋初年。京城曾发生货币短小的现象,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。 秦贵知道后不动声色,只在某日照见一名小工,假装加许他的工作, 把一张价值五千元的钱币,当作二元钱赏给了他。 还故作神秘的小生说,皇上很快就会下纸费掉现在使用的钱。 你要尽快用。 小工将秦贵的话告诉有人。 结果一传十。 十传百。 不出三天。 京城县贤大量涌出。 货币短少的现象,就此迎刃而解。 二、有一次。 京师商家发现,因为大家都不肯花钱,导致货品滞销。 几乎停市。 相关官员将此事奏报给秦贵。 秦贵听说后。 校助说。 这是容易。 立即命人召见掌管打造金银诸玉等物的文私院令。 魏表示事情紧急。 秦贵还频频派人去催换。 文私院令不知秦大宰相,如此紧急召见所为何事。 赶紧来到秦贵的办公室。 秦贵告诉他说。 刚才接获圣旨。 皇上有意改变地质。 你赶紧命人,打造新币某版成为本相。 至于旧币。 新币发行以后就不准再用了。 并嘱咐任令第二天中午交差。 文私院令寿命离去后,立即照来魔造工打造。 城中富豪听到风声。 连忙将家中的钱换成金箔。 一时物价上涨。 市场交易热落。 从而解决了货品滞销的问题。 三,秦贵把持朝政时,全国各地进贡皇帝的贡品,都要先送入乡府后,再呈给宫中。 一天,秦贵的老婆王夫人到内宫。 皇太后向她抱怨说。 这些日子,大伟的子鱼很少见到。 秦贵夫人毕竟是一介女流。 不假思索道。 臣妾加油。 明日,臣妾乘上一百尾子鱼给太后。 皇夫人回到相府后。 把这事告诉秦贵。 秦贵一面责怪夫人说了错话。 一面命人准备一百尾燕青鱼,鱼第二天送入宫中。 次日,皇太后见相府,让人送来了一百尾燕青鱼。 不怒返校。 她首笑道。 我就知道这婆子胡说。 宫中都没有的东西。 相府又怎会有呢? 四,承后担任东宫中设时。 与秦贵来往密切。 一天,秦贵邀承后到相府。 承后到后,被带到一间内室。 室内陈设非常简陋。 桌上放住一本但清风面外箱子边的书册。 内容是题为,圣人以日新为季的父。 书尾有学生类共进式秦勋,及秦贵孙子成等字。 文词复利。 承后不由坐下主夜三月。 在此期间,除了有奴仆不断送来韭菜,竟无人打扰。 到了晚上,承后见秦贵仍未露面。 只好告退。 但心中一直不明白秦贵的用意。 几天后,承后放命主掌有关供许考试的事宜。 这才恍然大悟。 于是就以那篇在相府内室里所见书册命题。 果真让秦勋高中第一。 五。 秦贵当宰相时。 相府前院中有一株石榴。 每次结果秦贵都默默记下果实的寿木。 一天,秦贵发现石榴少了二颗。 但他装作不知。 几天后,秦贵在捡月马匹时。 突然回头对身边人说, 去拿把斧头来。 把这株石榴砍了。 旁边一名秦信脱口说道, 这株石榴的果实很甜。 开掉太可惜了。 秦贵回头对他说, 偷我石榴的原来是你。 那名秦信一听, 立即抠头认错。 六。 秦贵修建隔天隔时。 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, 想别出心才巴结秦贵。 就用重金贿赂建筑工人。 取得听堂的尺寸。 然后让人特别定做一张熔毯献给秦贵。 由于熔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。 秦贵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。 非常生气。 常见是斥责这名官员。 七。 秦贵当权时。 有一个读书人伪造秦贵的信。 拿去见扬州太守。 太守发觉是封假信。 当即将信没收了。 并把这个读书人压赤回去, 交给秦贵发落。 秦贵见是这么一回事。 不仅没有惩罚这个读书人。 反而还真给他安排了一个官职。 有人问秦贵为什么这么做。 秦贵说。 这人有胆量伪造我的信。 一定不是个普通人。 如果不用一个官职套住他。 也许他就会去投靠南方或北方的敌人了。 秦贵是奸臣。 这是历史公论。 但秦贵又是一个很有应变机制的人。 这一点恐怕也不能否认。 如果秦贵没有这般聪明有才智。 或者他能把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。 也许中国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汉奸和小人。 我们下一次切合。 就这么说。 包括这些上。 我会有什么称式闪。